就好像我說準時現在是一個優點 準時不是應該的嗎 天王劉德華先前接受主持人魯玉訪問 當中聊到準時 應該是做演員的基本態度 我還記得跟馮小剛拍戲的時候 比如說我今天10點鐘 10點鐘開始拍 9點鐘化妝 然後我9點鐘掉 你為什麼那麼早到 我說不是9點嗎 平常在演員都10點鐘才到 提早一個小時到現場 化妝換衣服準備開拍 甚至連自己衣服穿哪一套 要自己做筆記聯繫 都是早期電視台訓練班 要做的基本功課 不過現在早就不可同日而喻 可能現在已經要求跟以前不一樣 所以連準時記台詞都是優點 因為世界改了 我還停留在以前 劉德華敬業態度有目共睹 不過最近大陸電視劇 製作產業協會向演員開刀 名列四宗罪 炮轟演員惡行 其中33歲劉亦菲就被點名 2018年拍男燕摘筆錄 曾帶編劇進劇組大改劇本 讓導演很頭痛 還有影歌137的吳亦凡 拍戲則是到場10分鐘後 才開始背台詞 自誇記憶力強 正式開拍卻老忘詞 被列入觀察名單 另外最近傳出惡名的還有大陸女星黃聖衣 有商家吐槽黃聖衣賣貨時不敬業 不僅直播當日遲到一小時 還不給所售商品做介紹 最近有帶貨平台爆料 說花10萬塊人民幣 相當於台幣43萬 找黃聖衣直播 但是她卻大遲到還不碰產品 最後只賣出五個杯子 成績是695塊人民幣 相當於台幣3000塊 事後黃聖衣工作室回應說 藝人未參與任何保溫品販售 說爆料內容是不實指控 工作態度惹爭議 先毀掉的恐怕是自己的形象 TVBS新聞劉中評審講得到 網上看新聞請下載TVBS App 或直接按訂閱TVBS新聞頻道 請下載TVBS 請下載TVBS